內地處長孫小雅這個星期即將卸任 總統賴清德不只特別接見 更親自頒授大授錦心勳章 感謝他為台美關係付出的貢獻 除了表達不捨 賴清德跟系屬孫小雅 過去三年來所做的努力 包含台美國防經濟合作等等 通通都是有目共睹 除了祝福孫小雅未來一切順利 賴清德還不忘邀請老朋友 有空多回來品嘗他最愛的台灣小吃 語氣中滿滿不捨 孫小雅提到他的外交官生涯 1992年從台灣開始 2021年再度回到台灣 擔任處長 而這30年來 台美關係持續穩健 也讓他對這片土地 累積更多深厚情感